火热的温度 氧气的催化 点点火光从黑压压木炭中 悄悄炭出头 再铺上一层 延续热力另一头 连皮鸭肉直接铺上白铁模具 将各部位轻轻勾好固定完整 紧接着整齐的挂上烤炉架 推进大木箱里头 一炭火烤上数小时 丰沛油脂悄悄低落 外皮也慢慢变为美丽的浅棕色 所以我们用传统味道会比较香 像我们木箱子 它烤久之后都会有一种香味 它保留在里面 依循传统之城 第三代传人赖正宏 不考虑用瓦斯口压上 生怕少了一抹木头香 当然连烟熏方式也得遵守古法 一刀劈开长长竹竿 再小心翼翼的剖伴 露出甘蔗鲜美的白色果肉 这是老板赖正宏阿公留下来的制成 也是鸭赏好吃的关键意义 表层焦黑的甘蔗铺在木炭上 再把新鲜甘蔗拌上去 最后撒上一些二砂糖 成为替鸭赏天色天香的自然媒介 为什么要用甘蔗 因为甘蔗有一种甜味跟甘蔗的香气 清甜度 机械的去圆形那种像木屑嘛 木屑有那个木头的味道也没有香气 甘蔗天然的香甜气息靠时间的堆砌 巧巧感染在食材上 推开门 美丽的焦糖色炫木是赖正宏满意又自豪的成果 一汤匙奋力的嚼啊嚼 老板公开鸭赏好吃的凉拌秘诀 香油二砂糖和些许米酒调配 和鸭赏一同倒入袋中摇啊摇 让酱汁与食材充分融合 再配上香菜蒜苗等配料 切成细条的鸭赏 皮Q肉嫩 一入口烟熏香气在口中缭绕 酱汁带点微甜 巧妙化解鸭赏原本的咸 蒜苗带点微信层次更丰富 祖传三代的好味道能延续 扣的是赖正宏对爸爸的承诺 老人家走之前就有交代说不能失传 怕没有人接他担心是这样子 我们就把他承接下来 承诺爸爸再辛苦都会坚持下去 孝顺的赖正宏其实也曾和爸爸大吵一架 离家炮去台北投靠哥哥姐姐 但一年后爸爸意外出了车祸 妈妈亲自北上找他 没多说一句话赖正宏回家了 为了把店经营下去 勤跑客户不喊累 刚接触这一块是我们要拓展客人嘛 我们就不熟悉就是一直在外面 这样子那个跟他交流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一直维持这个阿公或爸爸 留下来的手艺不要改变就好 就一直有客人帮你做宣传 即使靠着新科技能将压赏的制程 锁短超过一半 但赖正宏不愿靠偷吃布 坚持阿公古法不能改 但却努力开发新产品 鸭肉卷切薄片 口感却更扎实 浓缩的鲜美滋味久久不散 犹如阿红时坚持的理念 任朝夕更迭 季节轮转也要和过去相依不能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